那大家好 那準備好手機當然是要掃QR Code 不然要看嗎 OK 好 那希望能夠掃得到 如果後排的朋友不太容易掃得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鍵入網池slido.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001129 就是今天日子前面加兩個零警號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slido.com 輸入001129 或者是掃QR Code 大家都會到一個匿名的 或者是用筆名就可以提問的 這樣一個空間叫做slido 那我表定要講到幾點 大概時間有多少 到五點 好 那所以我們就還有一個小時 又17分鐘的時間裡面 我講什麼基本上是大家所決定的 所以大家在上面這個問我任何問題的時候呢 要記得為別人的問題也按讚 所以如果有人已經在上面 已經想到一些問題要問我的話 現在就已經可以PO上去了 那PO上去之後呢 按的讚的數量越高的 又會跑到上面 那最新的會跑到右下角 那這個空間的好處呢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呢 大家都是匿名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場合 因為人那麼多啊 這個舉手呢 就是尤其有人正在拿麥克風講的時候 其實需要一點勇氣 而且就是講出來的可能打個六折啊 那但是因為匿名發文 大家都在話捨自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嘛 所以你想要問什麼呢 就可以大方的問什麼啊 沒有什麼這個 掌官署官的這個問題啊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按讚的話 那我就知道很多人都感興趣 所以大家 我看很多人還在掃 我再讓大家掃得大概一分鐘 那我接下來大概會花大概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先把我在就是社會創新方面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在行政院的三個工作項目之一嘛 社會創新的部分工作 先跟大家做一個基本的報告 但是隨時slider上面出現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馬上來回答 我想說 有一位X先生就若和福杰的問說 今年幾歲啊 今年是38歲 按照我們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的這個定義 已經不是青年人了 因為是35歲以下 那所以 總之呢 這個 很高興有人這個問這樣子一個問題啊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底下就已經聊起來 有時候底下就會開始聊起來 或者有一些表情符號 這個都屬於正常的能量釋放 請大家不要大盡小怪 好 那我們就先這個進我們的簡報 然後大家就記得段子 我會來擔任這個工作 其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我們蔡英文總統 在就職典禮上面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之前我們想到民主的時候 想到是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大概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把民主想成是 許多價值中間的對話 從對決到對話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做社會創新工作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精神 在傳統上面 我們中央有很多的部會 那部會當然有部次長 那在立法院也有不同的委員會等等 那不同的部會呢 就把它想成是不同的這個繩結啊 它是一個組織者 是一個代表 代表這個社會上面認同一些價值的 好比像說經濟部代表 當然是經濟發展的價值 但是環保署就要環境永續的相關的價值 又或者說科技部也許是要對創新科學技術的價值 要有所捍衛 就是要去這個太空啊等等 那但是呢 反過來內政部對於大家的這個平權 對於人權 對於隱私 對於這些東西也有它的堅持 那所以呢常常呢 我們在行政院就會看到 不同的部會對同一件事情有相當不同的一個見解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拉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所謂的Horizontal Minister 就是一個橫向的政務委員這個角色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行政院有數位 嚴格來講是九位政委 那這九位政委呢 都在不同的領域裡面去擔任中間的這個 侍者這個仲裁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但是呢 其實呢 九位政委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呢社會創新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的創新叫做Hashtag 每一次你只要看到一個新的Hashtag 開始流行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社會上面對一件事情 它開始有它的意見 像我才剛從歐洲回來 他們那邊這個我在柏林也好 在阿姆斯特南也好 他們對之前最流行的Hashtag就叫 Climate Strike 就是任何只要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貼這個Hashtag的人 就是在說我是一個學生 我禮拜五就不上學了 我就到街上去學關於切魄辯切的知識 那這個就一傳十十傳百 當然他們有一個精神領袖 就是GRETA 這個大家都很理解 但其實GRETA 對他們完全沒有什麼代表指揮監督的能力 是所有的在地方的人 只要願意認同這個Hashtag 他們禮拜五就不去上學 所以如果你把GRETA這個說服了 也沒有用 因為這些人先認同的是這個Hashtag 這個概念 而不是這個領導人物 那這個就跟我們平常在做仲裁的工作的時候 非常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兩個領袖人物來 然後呢去把這個大佬們這個 要到同一張桌上 大家瞧一瞧沒有問題啊 不太可能了 因為所有認同這個Hashtag的人 他都是這個運動的一份子 那我們又不可能說冒出一個新的Hashtag 就跑出一個新的政委來處理這個新興事物 這個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呢我們就要改變我們做事情的方式 以前政委在協調部會的時候 是不對外公開的 因為我們是院長的幕僚 所以我們協調的結果 事實上還是最後 由秘書長跟院長去定案 但是呢由於新興的事物實在太多 像我記得我才剛進行任務 沒有多久就被交付了一個任務 要處理電子競技 電子競技到底算是哪個部會呢 這個教育部就說 其實我們是體育啊 電子競技沒有動到身體啊 我算是體育 那應該是文化部 那文化部說我們沒有 這個是琴棋 書畫 傳統文化 電競有2000年歷史的時候再來找我們 這個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就說 你們這些電競選手自稱為選手 那假設你們是籃球選手 經濟部管的是這個球籃 是這顆球跟這個球場 這個選手的權益呢 培訓呢到底跟經濟部有什麼關係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其實應該是教育部的事情 所以常常一個新興事物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本來的組織型態 沒有去料到這個的存在 所以就很容易互相拉扯 然後這邊繩子啊 眼看就快要崩斷了 所以我們怎麼解決呢 我們解決的方式就是 我們先不去問說 那大家在不同的立場上面 到底可以怎麼樣子妥協 我們先不去再問 我們先問說 大家不同的立場沒有關係 但是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我們先去問這些電競選手 他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們想法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去很具體的去跟他討論 所以呢 剛剛大家看到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我的辦公室 我每個禮拜三都在這邊 然後呢 從早到晚 從早上十點開始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聊個四十分鐘 我們最近才把這個圍牆也拆了 你可以直接從這個馬路走進來 那這個呢 就是以前的空間總部 那現在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仍然路三段 就是在建國化石旁邊 那這個地方的好處 就是說任何人跑來找我 然後說這個有個新興事物 一個hashtag要出現了 不管是電子禁忌還是什麼 我就會跟他說 我可以跟你聊四十分鐘 那有個條件 就是呢 我們必須要講的所有的話 我們要做成逐字記錄 或者是如果他願意的話 錄影公開上網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我當社會政委之後 一共跟四千七百三十五個人 扣掉我自己講過話 然後講了二十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句話 這個數字蠻好的 然後在這個一千多個不同的場合裡面 那這個不是像行政院裡面的那種摘要式的報告 這是逐字逐句的報告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最近到底在做什麼 包含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要為了遠距心理的事情 來進行一個協調啊等等等等 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這個上面 那這個呢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如果我這個是不對外公開的 如果是完全閉門 而且是off the record 的會議 我就發現每個人講的都是 只對他自己有好處 他對別人好像有壞處的事情 但是呢 一旦大家都知道 我只接受這種公開的討論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講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這個當他公開的時候 每個人就是想盡辦法去找到 對他有好處 但是對公益也有好處的部分來拉比 但是呢如果紀錄不對外公開呢 那就很多對他有好處 對別人很多壞處的部分就冒出來了 所以因為我們心心事物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讓整個社會接受 所以我們採取的協調方法 就是說我們讓大家有一個 incentive 比如這個誘因去想出一項社會 真的能夠接受的事情 所以呢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做的事情 也歡迎大家隨時來串門子 好 因為我剛剛有答應這個 十分鐘之後就要來看喔 所以我們來看 對果然就是這個 好 OK 好 那目前最高票的這個有97位朋友們 想要詢問說 如何讓國營事業的高階主管 來接受創新的思維 這個絕對沒有針對性 因為沒有講哪一個國營事業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我就舉一個國營事業的例子 台水對不對 好 台水是國營事業 這個應該沒有人反對 好 那台水呢 是有參加我們總統杯的黑客松 總統杯黑客松是我們每一年辦的一個活動 是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可以說是最大宗的兩個活動之一 一個就是每年這個大概四月到七月的總統杯黑客松 另外一個就是每年五月左右的社會企業高峰會 亞太設計高峰會 這兩個是大的活動 那總統杯黑客松這個活動 被我們叫做年度大外掛 為什麼叫做年度大外掛呢 因為它的概念就是非常簡單 國營事業的朋友們 工部門的朋友們 社會部門的朋友們 學界的朋友們 私部門的朋友們 任何人都可以來議案 我們每年都收到一百多個案子 這一百多個案子 就像任何黑客松一樣 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媒合 我們媒合二十個隊伍 到最後會有五個隊伍 絕評重選總統會頒獎給他 所以在去年五個絕評重選隊伍之一 就是我們的國營事業 台灣自然水公司 台灣自然水公司 維護的管線的數量 的總長度 據說是全世界有單一公司最長的 他們被行政院給付了一個命令 說因為他們要解決漏水的問題 應該要把漏水的比率要降下來 他們現在檢測漏水 按照他們當時提案 這應該是在基隆小區的一位檢漏員 他透過像這樣子的方式去聽 那個水管到底有沒有漏水 大部分聽起來都沒有漏水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他的工作裡面 很多部分是比較枯燥的 那當然是很有價值 但是他真正發揮創造力的時候 是有漏水的時候 因為他就在想要怎麼樣修好這個漏水 那所以呢他就問說在這個黑客層裡面 有沒有可能沒有出一個團隊 我們就幫他找到了HTC 幫他找到了資测會 政大還有行政院院本部 一位人工智慧的一個博士 不知道為什麼在做網管等等的這些朋友們 那在一起去設計了一個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他就是一個對話機器人 LINE上面的機器人 這個師傅每天醒來 這個機器人按照永續發展目標6.4的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叫做 Insure Fresh Water Supply Increase Water Use Efficiency 就是說去確保在這個水的供給上面 是供給無缺的各種樣子的系統 他都去把它採納進來 好比像說用SCADA 這個各位可能也很熟悉 水壓水流量等等 好比像說他那個地方 他的人口的資料 他的氣候的資料 溫度的資料等等 全部都丟進一個這個 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的模型裡面 讓他去預測他接下來的用水量 那每一個小區 每一個小點的這個用水量 他如果預測跟他的實際值 發現了誤差 如果他的實際值突然飆高 那可能就是漏水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那因為他們也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說他們就發三個月的時間 只針對一個小區 全出了這樣子一個模型 真的是很有用 他可以把從 就是兩個月 大家巡迴要聽到 從一個漏水 到他被聽到 到變成縮短成兩天 因為師父一醒來 LINE的機械人就告訴他說 誒 附近這三個地方會漏水 你去聽聽看 所以真的是很棒 那但是呢 當然這個高階主管 當然是很支持吧 那其實他不支持也沒辦法 因為同仁都是下班時間嘛 假日嘛 去參加嘛 那我們盡可能請大家 這個給予公假 總之他參加 那參加如果沒有做出結果 那大家就學到一些事情嘛 知道這件事情 不適合用這種演算法界 可是呢 他們的隊伍真的很棒 所以他們就得到了獎盃 那這個獎盃呢 是非常適合用來回答 這個slido上的問題 這個獎盃就是設計出來 讓高階的主管 接受創新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獎盃是一台投影機 是一台微型投影機 總統頒獎給你的時候 是沒有獎金的 但是呢 這個投影機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 總統頒獎給你的那個畫面 你跟總統跟獎盃 都會出現在畫面裡面 那這個在台灣 有個專門的想法 叫做神主牌 這個神主牌 神主牌呢 你只要一打開 可能你本來的處長 就說這個 你在基隆實驗是很不錯啦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錢 去把它弄在全台灣 你只要把總統召喚出來 處長說說 我們可以來談一下會計歌目 好像還有一些結余款 那或者是說 你的這個人事的部門 這個紐西蘭 因為也想要解決同樣的問題 邀這些台水的朋友們 去一起創造 但是呢 他要給三個月的這個價 這個很困難 你知道把投影機打開 總統投影出來 那市主管說 好來好來給你公價 那或甚至像是去年的這個 另外一個優勝隊伍 叫做零時差隊 不是零時差隊 零時差隊 沒有時差的隊伍 他們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們應該是 大家可能記得就是 離島 遇到好像 那個時候 有一個就是衛生所 那在地的朋友們 是想要讓這個家屬 想要讓病患 做直升機 然後到台灣的本島 去接受醫療的照顧 但是在晚上 然後天氣會有不好 所以直升機 就發生了這個意外嘛 那後來他們去這個做 就是等於分析 Rocos Analysis的時候 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在地的朋友們 對於在地的護理師 或者在地的一些 一般的家醫科的 或內科的醫師 不夠信任 他覺得說他做這個外商 或做什麼東西 判斷的時候 沒有台灣本島的專業醫師 來的那麼專業 所以就無論如何 就是一定要上直升機 一定要後送過去 所以怎麼樣加強 大家對在地醫療的信任 這個才是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們想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透過寬頻的視訊 那在決定要不要後送的時候 是內政部空情走隊 負責的那個醫院 應該是陽明 然後呢 更實際按照他的檢查分類 應該要去的那個醫院的主治 還有在地的衛生所的 可能護理師 或者醫師 三方會診 而且在家屬面前會診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可以更加相信 這個判斷之外 這個護理師說不定 可以在遠端的兩位醫師的 陪同指導之下 做一些醫療上面的操作 在他們去年 再進入一個黑客森的時候 這件事情是違法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護理師 要做這些操作的時候 醫師必須親自在場 那遠端不算是親自 那所以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在 中東北黑客森的時候 讓他先做一些模擬的實驗 讓他能夠在 就是一個沙盒裡面 先試試看 試試看之後 發現真的非常的有效 那在地的朋友們 對這個信心啊什麼 都是有所幫助 所以說呢 他們就得獎了 得獎之後呢 外副部落部長呢 就有功課要做了 因為他就得去修 那個遠距醫療的那個辦法 讓這一隊啊這個成功 因為這個頒獎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做法實在太棒了 你最近這三個月做的這一件事情 總統說 接下來一年之內 就要把你的idea 變成我們行政院的實證方向 我們就要把你的idea 直接變成我們的實 就是實證的實現 要讓大家實際人民有感 那中間缺的錢我們幫你補上 缺的人我們幫你補上 像衛福部剛剛那個案子啊 他們事實上在全台灣 現在有超過一百個點 偏向跟離島 都已經有這樣子的 視訊的這個設備 當然設備跟人是比較容易的 還有包含法律 那所以呢 衛福部就說 可是空情總隊 那個是內政部的耶 這個雙方的主命還要去協調 雙方的時間去改法律等等 很麻煩 而且還要立法院通過 你只要把總統投影出來 他們主命就去約時間開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處長 不管是局處啊 或者不管是部次長啊 甚至是這個立法院啊 只要這個你有這樣子 一個類似神主牌的這樣一件事情啊 其實呢 他們都非常願意接受創新 那一直到今年呢 內政部呢 就跟衛福部 因為去年有被合作過啊 他們最近就主動的合作的體驗 那所以內政部的 應該是花次長就說 每年都衛福部贏那麼多 實在是不行啊 現在明年這個內政部要跟他們比下去 所以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確保說 你的主意不是只是說 好像你需要向上管理 你可以去從更上面 然後呢 讓你的向上管理 變得更容易一點 那我們創作出這樣的空間 讓你在現有的這個制度底下 有一個稍微移出來一點點 不管是勤空間還是什麼方法 去實際做出做法 這個其實就是之前 我們在G0B 臨時政府社群做的事情 臨時政府 我們可以看到說 大家可能比較記得的 像我之前有幫忙維護的盟點 包含愛戴義啊 他這個台語詞典啊 又或者是他可能記得說 有一個空氣品質的一個視覺化 後來變成像子報在哪裡啊 等等等等 這個大概大家都有一些印象 那這些其實很多 就是公務人員 而且可能是科長會以下的公務人員 他自己在周末的時間隱性埋名的 跑去社群那邊做出來的成果 做出來之後 這個全國皆知 然後呢 這個他的部次長就會受到壓力 因為這個民意代表會問說 你看人家沒有拿錢 志工耶就做出這個東西 然後部次長就說 好啦好啦那我們來採購一下 然後一萬才發現 是他科長做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讓我們的內部創新更多動力 因為他可以在沒有Risk 就是沒有風險的情況之下 去做到這件事情的一個Demo 就是一個實作 那有一位朋友追問 追問我們就是當作程序問題 就繼續回答 這樣子要如何影響最高層級的長官 簡單來講就是怎麼這個 就是跟總統做議程的設定 首先你可以就是總統選舉去投票 就是 對不對 你可以選總統 最高層級的長官是他選出來的 那第二個是說 都可以當總統選出來了之後 你要怎麼樣子去確保說 總統會認真地聽你的這個想法 聽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為什麼總統被黑客松 是總統府所指導 然後呢我們各院都參加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總統本人 作為一個憲政機關 他的工作本來就是調和各院之間 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總統被黑客松其實 我們也有好比像說 這次也有得名的司法院的隊伍 他們是用AI去分析酒駕的判決書 讓你只要看一個判決書 就可以知道說他的行情要判多少 然後也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法官怎麼這麼恐龍啊等等 這個問題 他會自動把之前跟這個人的狀況 類似的情況 酒駕大概就是判多少這個良心的趨勢 透過文本分析的方法 自動分析出來 這個也是在司法院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創新 那這個想法其實也可以應用在 行政院的很多的部會上 或者像去年進入前市場的 也包含審計部的朋友 審計部的朋友們也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他們是做一個全周期的一個管考 叫做審計小肩兵 那甚至還有這個 我就先不講是哪個院的朋友們 這個有幫忙做這個炸彈掏空早知道啊等等 那所以這些都是很很重要 就是說每一個院 它其實有一些法定的職權 可是他們也想要跨院之間去交流創新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是掛在總統府是總統杯呢 就是希望透過總統這個宗理五院的憲政機關 個人也是機關啊 去確保說在五院之間的創新 不會被院記的這個silo骨倉 這個把它就是關注 而是能夠很自在的這個互相溝通 所以怎麼樣影響最後成績的長官 簡單的就是你的創意 最好在五院裡面的至少兩個月都有人支持你 那這個時候總統就會知道 總統知道的話那其他全台灣也就都知道了 有77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請問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啊 然後我想大概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的睡眠時間是很充足的 就是大家就是盡可能不要爆肝 那這個我相信是我們現在就是年輕一輩的這個工作思維是在轉變 因為我們發現說就是如果你一天睡不到好像七個小時睡不到六個小時的話 其實那一天的短期記憶很難寫進長期記憶 就好像是說存檔存不進去的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等隔天再醒來的時候呢 你還是會用本來習以為常的方法在做事情 因為它沒有辦法在長期記憶裡面形成新的聯想去修正 on the other hand如果有睡夠的話 那麼當天所學到的東西 即使你不特別去溫習它不特別去想它 它也很容易變成一個創新的概念 所以我每次要協調三四個部會非常大的加持上面的矛盾的時候 通常我的做法就是我在睡前 我就把所有部會的文來文往 他們都非常多的文全部都看過 可能看個一百頁左右 然後呢我也不就是特別選哪一邊站 事實上我選每一邊站 那我就看的時候都覺得太強了對太強也對 雖然這樣是無相矛盾的但是都對 好那看完之後呢我也不去做評斷 我也不特別做什麼不去睡覺 然後呢睡滿了八個小時 通常一醒來就會想到出一個主意說 那真的可以結合這些部會的立場 但是又可以創造出共同的價值 但是我如果睡不夠的話 就很容易去選一邊站 然後覺得其他邊都沒有道理 所以就是說要選每一邊站的這個能力 我覺得是充足的休息是非常重要 那有的時候如果它的就是來的資訊量太大 或者是它的利害關係人太多 跨到了五個部會六個部會 那我就得加班 我就得睡九個小時 甚至有的時候睡到十個小時 才能夠醒來的時候有一個創新的見解 所以這個睡眠時間充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有六十八位朋友們想要問 對台電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就像剛才這個董事長所說的 就是我其實之前就是在入閣前 我有一整個月的時間在巴黎 當時我在巴黎就用遠距的方式 除了在VR裡跟小學生聊天之外 就是透過遠距的方式來這邊的黑客送 用一個預錄的方法跟大家就是問候 而且也期免大家在黑客送裡面激發出創意 那我當時就覺得說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之前在那個時候 G0V的一些朋友們 應該是李慕約吧 這些朋友們才剛剛的參加了一個政治活動 當時叫做開放台電 就是郝敏毅老師所主持的那個工作 那那個工作呢 那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各方的忍耐力 才能夠有一點點的推進 因為雙方對彼此的想像 事實上各方對彼此的想像都不同 而且呢 常常呢我們在公務門裡面呢 會覺得說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資訊的處理 但是從外面看起來 這些資訊因為沒有脈絡嘛 他們都不太了解 所以他要的是資料 可是呢我們內部本來就沒有在做 資料治理的這個習慣的話 如果長官通常他看的 不是這個資料跑出來的報表 而是資訊做出來的流程的話 那不免就會變成是 外面要的是一個東西 讓我們自己給的是一個東西 那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人氣獎的前10名裡面 台電就包辦了6名 意思就是說台電所釋出的資料 不管是哪一種發電方式 不管是跟民生又怎麼樣子的相關性 外界都非常非常的需要 非常渴求 實際上就是下載的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好像已經對準了 大家實際想要的東西 因為不然的話你釋出再多資料 也不會有人下載的 是真的有資料需求的時候 他才會下載你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氣獎 並不是僥倖得來 這是表示說 大家真的是經過這個磨合 經過討論之後 真的去找到說 外界到底希望台電 提供怎麼樣子的資料 也要讓大家能夠更彼此信任 然後台電就是分門別類的 去提供了所有的這些資料 才能夠獲得今年的就是包辦 幾乎是包辦人氣獎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台電是非常非常開放 然後也非常值得肯定的 所以繼續往這個方向做 就對了 有18位朋友問說 手機網路便利的發展 導致上下班的時間 無法劃分清楚 有怎麼樣子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在上班的時間 用手機 然後這個手機呢 你裡面同時有個人訊息傳的 它比方說LINE 那還有呢 你用你的公務的這個訊息的平台 LINE 同一個 好 那就是如果真的要是同一個的話 它確實是會造成上下班不分的情況 因為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下班了 那你就把上班的那個訊息軟體關掉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上班用Duker 那下班用LINE 這個就比較容易一點 或者上班用Telegram 下班用LINE 或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大家其實都知道說 我在上班的時候 其實是用Email為主 行政院的Email形象 那LINE呢 我是醒來看一次 然後睡前看一次 簡單來講 我把Email當作LINE用 隨時都會回Email 我把LINE當作Email用 就是一天看兩次 那但是為什麼我這樣子做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 就是說在LINE上面呢 很容易有很多朋友 他一面想一面打字 他打了幾句 他其實還沒有講完 那你就要在那邊等他想完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你等於就跟他不是非同伯 而是半同步的方式 在跟他這樣子相處 然後你覺得你回到一個程度 那人家突然一度不回一下 那你也不知道說 要不要再等他繼續討論 總之因為他的訊息 是片面的 尤其是貼圖啊 非常片面的 那而不是這個Self-Contained 就是自己就把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這樣好 所以說其實 如果你隨時在LINE上的話 他會把你處理 所有其他事情的這個資源 好像就是你在背景的CPU 一直跑一些很誇CPU的程式 那這樣子有事沒事 就是電腦就會出現一個沙漏 或者一個彩球 或者一個什麼東西啊 那但是 因為E-mail呢 他每一篇都必須要自我說明 所以呢 我在處理E-mail的時候呢 我兩分鐘能處理的 我就不會等 我就兩分鐘兩分鐘 這樣子回過去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說 那我回E-mail五塊 我回LINE很慢 所以慢慢就不會有人用LINE 來這個聯繫我了 我LINE是完全沒有 可能做公務的工作的 所以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每一個訊息的收發者 可以去決定 他處理訊息的節奏 我回E-mail呢 我就是在每一個小時的 可能是25到30分去回 或者55到0分去回 也就是說我埋頭工作的時候 我也不去看E-mail 我也不去回E-mail 我就是埋頭工作個25分鐘 這個叫做番茄中工作法 那這個25分鐘過了之後 我有5分鐘的時間 我就喘一口氣 然後拿來回E-mail 或拿來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5分鐘過了之後 我又在埋頭工作25分鐘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同事也不會覺得找不到我 因為我半小時 就還是會回信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隨時都在看E-mail 然後我沒有辦法認真工作 所以它是有一個節奏感 那這個節奏感 只要大家把同步的這個效率 把它定定好 那上下半時間 其實就沒有劃分不清楚 這個問題 即使你在下班的時候 你也可以說 那我半個小時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緊急的狀況 但是呢 或者一個小時 看一下有沒有緊急的狀況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對不起 這個中間25分鐘 或者55分鐘 這個時間就是我自己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管理 我覺得是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團隊 自己要按照自己的工作的節奏 去把它發展出來 那反正最終的總目標 就是每天要睡狗 那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 那只要到最後每天能夠睡狗 那這個就是好的時間管理 如果到最後大家每天沒有睡狗 就不是好的時間管理 那有64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這個關於假新聞氾濫 我的看法是 我是不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我剛才是quote起來念而用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是因為在英文 fake news 它敘述的是news 不是journalism 所以呢這個還是可以 稍微做一些區分 可在台灣journalism 也翻成新聞工作 對不對 新聞系 journalism department 那所以在台灣journalist 跟news 這兩個字都翻成新聞 這也就變成是說 假新聞它可以描述三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它既可以描述 新聞工作者的內容是不實的 或者是說 它不是新聞工作者 冒充新聞工作者的內容 內容農場 假冒充新聞 或者是 是新聞工作者工作的內容也是對的 但是呢它標題斷章取義 然後呢去亂帶風向 然後呢去造成大家的這個恐慌等等 那所以這三種情況 就是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mild information 這三種情況 其實是定義於是不太重疊 但是都可以被這三個字所敘述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太使用這三個字 我們在行政院從去年開始 就已經切換到使用 假訊息 就是disinformation 這個字 那當然 就是disinformation 這個字呢 我們在假訊息 防治方案的時候 假訊息 違害防治方案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的 這個定義是一個 法律的定義是由羅秉承子政委 所協助做出 那簡單來講 它必須同時符合 惡、假、害 就是它是故意的 它是虛假的 而且它造成大眾的危害 而不是只是 一個部長的形象的危害 那個就是一則新聞 好新聞而已 就是說 重點不是說新聞工作者 somehow 是好像比部長要來的差的 部長可以去命令新聞工作者去糾正 這個我們周邊的很多管轄領域 是這樣子做的 那但是呢 我們台灣是沒有這樣子做的 我們是有新聞自由 而且新聞工作者 跟部長講的話 是平起平坐 事實上常常可信度 高於部長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讓新聞工作 有這麼高的言論的權力 因為我們都記得戒嚴 戒嚴的時候 那很多人不記得 對不起 但是我記得戒嚴 就是在戒嚴的時候 部長講的話是 遠遠高過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 任何部長只要講說 欸這個新聞報道不實啊 什麼之類的 欸那他這個報道版 就要被約去這個合查等等 跟現在PSC的狀況是非常像 為什麼知道啊 因為我爸媽那個時候 就是自新聞工作者 而且就是在跑這個黨政線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新聞工作者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說 一個部長講 當然是他以他了解的情況 可是呢新聞工作者 他可以多方的去取材 他有非常多的消息來源 我們說拼圖的話 一個部長能夠拼的拼圖 可能是其中的一塊 但是綜合各種各家的媒體的 新聞工作者 他才可以拼出一個全貌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不是說 部長講話跟一個新聞工作者相比 而是跟所有的新聞工作者相比 我們的部位只是拼圖的一小塊而已 那所以如果這個新聞工作者 他不是故意的 或者是說他報導是事實 或者是說他事實上是一種挖苦的 一個講法 他不是要造成危害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能做 我雖然想被我們家訊息 為他防治所做的這個就是 控制 那這個怎麼控制呢 就是說我們要讓真相的傳播 比謠言快 我們控制的方法 並不是讓謠言去下架 而是說讓大家看到謠言的時候 不會去轉傳 謠言的轉傳其實有個很簡單的心理學 就是它讓你看到的時候 是有一個憤怒的情緒 那憤怒呢是一個負面的情緒 就會造成個人的無力感 那在手機上面呢 常常大家還沒有看完 只看一張圖啊 就已經很憤怒了 那很憤怒的時候 情緒要找一個出口怎麼辦呢 那就是別的這個 抒壓的方法 你都要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但是呢在螢幕上 就有一個叫分享的按鈕 分享按鈕只要一按下去 個人的憤怒就會變成集體的憤慨 集體的憤慨同仇敵 是一個正面的情緒 那所以呢 這個一演變成所謂的出征 大家都充滿了正面的情緒 那但是這個正面的情緒 是有非常大的破壞力的 可能你分享出去 給好幾個朋友之後 你才忽然發現說 欸不對這個是謠言 我搞錯了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分享出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 集體分開的力量 就會把就事論事的這個聲音 完全把它壓下去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大家再看到 同樣一個讓人憤怒的事情 說不要轉往 變成憤慨的這個分享 而是能夠稍微停下來想一下呢 我們就是用幽默的力量 我們現在呢 在每一個部會 每一個相關的部會 大概十幾個部會裡面 都有五個人左右 那他們的工作呢 我們叫做迷音工程 或者有人翻成迷音工程 那就是Momatic Engineering 那什麼是迷音呢 迷音就是一個 讓你不由自主想要轉發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迷音的定義 那但是呢 我們剛說的是憤怒也是一種迷音 但是還有別的迷音 後比像說歡樂就是一種迷音 那我有幾位這個擅長迷音工程的朋友 前一陣子組了一個歡樂無法黨 那這個歡樂無法黨呢 包含這個博恩啊 這個志祺啊 瓜吉啊 視網膜啊 等等的這些人 他們都是迷音工程的這個專家 就是他們隨便一件這個正經的事情 被他們包裝之後 就變成大家不由自主的想要分享 是一件歡樂的事情 那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這個 我在他們組黨的時候 就實際上就是去 給了他們一個花欄 所以呢 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花欄 它上面寫得起歡樂 它是一盆貓薄河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想要demonstrate 就是歡樂的一個作用 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一隻貓這個很神奇 那這個跟它的這個仆人 就是人類啦 這個看不對眼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如果是這個有攻擊性的話 其實你很難讓它安撫下來 那如果碰上好幾隻的很神奇 到底怎麼辦呢 就拿出貓薄河 拿出貓薄河之後 它就忽然陷入歡樂的這個情況 而且它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很歡樂 那但是呢 也不傷身體嘛 我會不傷身體 然後歡樂一段時間 它就會突然冷靜下來 我剛剛在做什麼 然後呢就可以 就跟你有一個比較好的良性的互動 所以就是說這個歡樂的梗 就是起到讓大家稍微下扯一下 而且開始會願意把剛剛的那個憤怒 往一個正向的就是我怎麼樣 這種不公義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的這個狀況去討論 所以不管這個是謠言 還是不是謠言 歡樂都可以讓人稍微啊 這個靜下來 那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我就不多講 但是呢這個就是民營工程的一個傑作 當時就是有流傳這樣子一個假訊息 說七天內燃發燙發 會發一百萬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所謂二二二原則 就是我們在Line Today啊等等 看到我們各部會所提出來這張片圖這個圖卡 它必須要在手機螢幕放得下 它的標題必須在二十個字以內 七天內燃發燙發會發一百萬假的 那它的內文必須要在兩百字以內 就算我現在沒頭髮也不會這樣懲罰大家的 那然後以及一行小字 我們是在2021年針對藥劑廠商有一個標示規定 以及至少兩張圖 那第二張圖說 不過一周內燃燃真的很傷頭髮 嚴重的時候會和我一樣 那所以這個還蠻好小的 我有看到很多人露出會心的微笑 那你只要這個有露出會心的微笑 你接下來再看到這個謠言的時候 你就覺得不是憤怒的情緒 你一定是歡樂的情緒 因為在腦裡已經有一個 從憤怒到歡樂的一個連結了 它就不可能從憤怒到同仇敵慨的那個連結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只要在60分鐘之內 把這種歡樂的訊息把它散發出去 就無法當 就是沒有辦法抵擋這種歡樂的情緒 那這個時候在搜尋引擎上面 如果找什麼七天的燃發燙發 保證找到都是這個迷營 而不是當初這個謠言 所以現在就是各個部會的小編 都是非常這個不知道吸了什麼 應該是吸貓吧 對一定是吸貓 那就是教育部的跑去畫漫畫了 這個海偉會跑去我可能不會救你了什麼之類的 就是每個都非常非常的有梗 充滿了梗圖 那我們就發現說 有了這些梗圖 其實真的是很有效 那再加上說 大家都可以見義有回 自己去把這些假訊息 就像我們會檢舉垃圾郵件一樣 你如果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你覺得它是垃圾詐騙郵件 你隨時可以把它提出來 然後檢舉給spamhouse 這是一個國際的非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任何人他只要收到一封信 像我20年之前 信箱大概一半都是只從垃圾郵件 他說什麼我是一個貴族啊 我有一千萬元啊 你只要願意付十萬元的什麼東西啊 我就暫時借用你的帳戶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個不生其擾 那不生其擾到什麼程度 當時比爾跟一茲說 如果我們不把每封Email收有票錢的話 Email很快就沒有人用了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 不需要收有票錢 也不是通過什麼法律 而是說 但是只要願意捐出這些詐騙的郵件 到spamhouse去進行分析 這樣子的話 下一次同樣的發信的人 想要發這個假貼郵件的時候 他就會跑到大家的 垃圾郵件的資料架 而不會去跑到他的收件下 這樣就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同樣的道理 在台灣大家都可以透過LINE內建的 官方試試查核的這個帳號 或者是加這個Covac 真的加的這個LINE Bot 那無論你用什麼方式 你都可以很容易地去把LINE上面的這些謠言 把它檢舉起來 檢舉起來之後呢 他們就會給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那我們就會在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到底目前大概最popular的謠言是什麼 以及這些在及時澄清之後 有哪些又回到了當時傳這些謠言人的眼前 就可以變成是一個正向的影響力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最紅的一些謠言 很厲害 Anyway 所以 因為最近都在傳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我就不精神污染大家 但是有空的話 就可以多看一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讓大家舉報 而且他們實際上去查核 發現真的沒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公開他的查核 那這個他既不受政府的錢 也不受政黨的錢 他有點像就是一臂之搖的一個社會組織 離平台也是一臂之搖 離政府 離公民社群都是一臂之搖的 這樣子一個中介的一個組織 他去來做判斷 他判斷之後呢 Facebook好比想說 就會把它判斷成假的事情 把它調降它的排序 你要花兩個小時才會看得到它 所以他不需要下假 也可以把這樣子就是不實的假訊息 把它調降排序 那我們剛剛又把這個 我們這一塊篇圖澄清的這個訊息 把它調升排序 並不是靠演算法 而是靠歡樂 那這兩個一加一減 那我們就可以去抵擋假訊息的危害 大概是這樣 有一位魔術師大衛考多肥 想要詢問說 這個政委的衣服在哪裡買的 很潮 非常感謝您的讚美 這個是三寨醫生的衣服 好 好 那 OK 那有66位朋友想要詢問說 就是電子支付啦 無限金交易 大概一定險可以刺激民間消費 請問一般民眾跟商家日常現金交易習慣是否值得改變 普遍推廣無限金交易 當然我覺得在台灣 為什麼現金交易那麼多 是因為第一個這個蠻有人情味 而且沒有偽超 基本上就是沒有偽超就是會有人情味 有偽超的話就不太有人情味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要驗超 對 那所以說 因為我們偽超就不是很常見 然後ATM很方便 大家都很Enjoy這樣子的人情味 那當然如果你是這個就是國稅局啊 付稅署的話呢 可能就不是那麼高興 因為就很多稅都掙不到 那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其實要推廣電子支付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 希望整個交易的過程裡面 他可以多少留下一些記錄 那我如果是一個小商家的話 我當然不想要被抽稅 所以這個在這兩個中間 一直都有像剛剛那兩次躲在拔河啊 這樣一個情況 不過後來呢 這個在國發會的協調之下 財政部就說 好吧那如果你是小商家的話 我就就是給你一個incentive嘛 就調低這個稅率 欸 國人之間真的蠻有效的 大家都發現說 那我也可以保有人情味 我要怎麼保有人情味呢 當然一方面之前這種卡式的非現金的交易啊 一卡通啊 悠遊卡 這個不錯 因為我感應的時候 我視線還是對著你嘛 那但是呢 到這個手機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就會一直滑手機 因為我還要這個就是找出他的那個 我是用Sansom Pay啊 就是他的那個payment的那個方式 他指紋感應一次 還不一定感應得到 這個時候呢 視線就不一定這個交會啊 就比較沒有人情味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去問說 那怎麼樣是更有人情味 所以呢 大家就發現說 有的時候一個智慧手還 或者是智慧的戒指 那這個戒指呢 它可以指環啦 它是可以去感應 然後去付款 這個時候還是保有非常大的人情 因為你只要把手 放在那個支付的機器上面 你的這個眼睛還是看著對方啊 就是沒有失去禮貌 那但是呢 這個問題就是說呢 它的感應的那個距離 跟卡是不一樣的 就是卡是它可以貼到相當的緊密 那但是這個就是指環的話 你很難就是一直這樣子 黏在這個板子上面 所以呢 它的感應距離必須要放寬 所以後來我們也要去放寬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它要是在一個social norm 是一個社會的常規可以接受的交易情境 而不是說我們為了技術而導入技術 是這個導入技術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能夠更比子欣然的技術 我們再去挑一個方式去把它導入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稍微延伸一點點 就是像我們前一陣子 有跟這個故宮做一個案子 故宮呢 他們在做的題目呢 就是叫做他們的票務管理的這個系統 他們在票務管理的時候呢 一直都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們在不是這位 這位故宮院長非常的靈活 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可能比較喜歡故宮 但是呢他是很不知道為什麼 很堅持要用紙本的票去進場 用紙本的票當然就要有人去驗票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他排隊就會排比較強 長輩也不是那麼喜歡排隊 但他們寧可去排隊 他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那也不會去用QR Code 就像高鐵那樣子一種感應啊 或NFC啊等等 那大家都一直是想說 是不是因為只有年輕人才用QR Code 其實不是啦 長輩都用LINE嘛 長輩用QR Code比你還順 但是事實上不是因為這樣子 而是因為什麼呢 他們本來都一直不知道 那後來呢 我們就實際去走訪 然後我們的同仁呢 就做了一個協作會議 把自己當作使用者 跟著這些長輩們 一起去走一次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insight 就是一個在我們到協作會議以前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大家要蒐集票券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喜歡紙 而是他要做紀念 他要拿回去放到類似極右側 或者是拿去 回去跟他的這個同儕 或是跟他的家人分享 或進行到故宮 故宮和特展 這個怎麼樣 這張紙對它是有非常大的 紀念的這個意義 那你QR Code 大家平常看到QR Code 都會覺得說 那你最多給一張 像電子發布的那種感熱紙啊 感熱紙隨著時間過去就越來越褪色了 它完全沒有那種 就是真而重之 可以收場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一旦你知道 它的這個社會常規 它的社會論文是這個時候 其實就用這樣子的方式解決就可以了嘛 就是說 你在進場的時候 還是用QR Code 或者是NFC去感應 感應完之後 你可以那個收據啊 你可以去一個專門收據的那個櫃台 去拿一個收據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票券的收據做的 比當初的那張紙本票 還要漂亮 甚至客製化 胖金 硬上日期 什麼都沒有問題 重點是在它 你已經入場之後再去拿 而不是在排隊的時候 去佔用這個其他人的等待的時間 欸 這樣子來協作會議的長輩就覺得 欸這個不錯啊 我也可以接受啊 QR Code其實我會用啊 那所以重點還是在說 不是一味的去無質化 我們說數位化並不是無質化 而是透過數位的力量 能夠去調動 本來的使用的流程 服務的體驗 這樣子的話 需要用紙的地方 它真的是想要珍藏嗎 那你就使用紙 而且還用最棒的紙 那但是在感應的那個時候 會拖到時間 長輩也不想要排隊啊 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 數位化的方式來解決 透過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Cashless的這些技術來解決 這是同樣的一個技術啊 有75位朋友這個負荷 這個縱紅的這位想法啊 認為說思域是非常非常的正好 這個我想我們就洽西 好 那我們有這個73位朋友們反映說 台中市的政府不斷的要求減煤炭 造成發電量的下降 如果電不夠啊 可不可以先限台中市政府的電啊 我想限電如果是針對市政府 那一棟大樓的話 我不知道技術上辦不辦得到啦 這個似乎是要問我們這個 國營事業台灣電力公司啊 那所以這並不是問我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技術上 能不能夠這個檢供這個台中市政府的電 不過我想這個只是一個一個 比較情緒性的一個表現啦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在台中市政府給出這樣子的要求的時候 不過其實你斷掉他們 他們就一地辦公就好 好像不會有什麼 對就是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效用啊 對另外 但我的意思是說 重點還是說我們這個政策溝通 政策溝通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讓大家轉換成他能夠感受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如果像 好比像說有一個概念做體感溫度 那體感溫度就是說 現在雖然是設施幾度 但是我們綜合濕度啊等等 那我現在感受到幾度 那所以這是要有一套公式去換算 但是如果體感溫度這個公式有問題 算錯了 或者是說真的跟我身體的感覺不一樣 那當然也許可能這個 我這個可能生病感冒了 我的感受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我只要跟旁邊的人稍微確認一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是這個體感溫度的溫度極壞了 公式錯了 還是我們的身體感受出狀況 這個是非常容易用我們內建的這個Sensor 就是我們的皮膚去確認的 但是像PM2.5就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並沒有內建PM2.5的Sensor 那這個Sensor是可能要非常長期之後才能夠看得到效果 那或者像放射繩 其實也是一個類似的狀況 就是越離我們這個很intuitive很直觀的就可以感知的東西 越遠的一些數值 我們就會變成是說很容易在腦裡面去對這些數值有更多的聯想 那這個叫做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就是心理投射作用 簡單來講叫做腦補 那這個腦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就是不管你收再多的科學的訓練 只要心裡有BIAS 那你腦補的東西就會是非常非常負面的片面的很糟糕的 最糟糕的情況 因為這個是人類在演化的時候 你要先設想最差的情況 然後想在這種情況下還怎麼樣求生 所以是我們內建的一些任體在作用 那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還是要想盡辦法去讓大家用能夠轉換成能夠直觀感受的方法 來感受到這件事情 那透過這樣子的視覺化 或者是甚至有的時候是聽覺化、嗅覺化、味覺化 可能沒有要做到味覺化 但是我另外就是轉換成他真正能夠感受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才有可能去做到一個比較良好的溝通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大家可以開始往這個方向想的一些事情 因為我知道說很多朋友們看到這個數字 我記得我來討論黑客棟的時候 要看到一個數字說其實這個空氣污染跟這邊的這個發電 它剛好是負相關 為什麼是負相關 因為按照季節的這個需求不同跟稅休的schedule 它剛好是錯開的 那這個事情怎麼樣讓大家更有感覺的感受到 而不是說被就是片面化被斷章取移 怎麼樣更進一步的有一個更有脈絡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一起來想一想的事情 有這個其實九位朋友們說test 那所以我應該說這個testOK之類的 我不知道你們用的是什麼協定 那有七十一位朋友們 七十二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5G的這個時代即將要來臨 那速度跟質量是4G的上百倍 對整體社會將會有什麼樣的重大改變呢 什麼領域的職業會消失 什麼樣的創新的職業會出現呢 是要成交的看法 其實不會消失整個職業 但是會消失掉整個職業的一些工作項目 我剛才講這個講軟體程式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大部分我們看這個詞的流變 就是用來形容人的用來形容機器 就表示說這些事情它自動化程度提高了 可是你回去想說 Computer雖然是機器了 難道沒有人在做資料科學嗎 難道沒有人在做運算的工作 還是有 只是它做的這個層級提高了 它卻比較全局的用創意去告訴Computer General purpose computer 說那這個機器應該要怎麼樣調度 它要去做怎麼樣子的計算 簡單來講 它在決定它的方向 而不是在去做重複性的工作 Computer也是一樣 我們當然還是有出版者 事實上現在大家 有市民是在臉書上 自己都是出版者 但是呢 實際上中文排版啊 英文排版啊 自行啊 自重啊等等這些 確實是很多是城市在解決了 所以在這個思維底下 我們在5G的時代 不管有哪些東西被自動化掉 其實人就是去聚焦在有創意的部分 像剛才我們國營事業 台灣自來水公司 搶救水寶寶的那個團隊 它的簡陋的師傅 的力氣就花在解決漏水上 而不是在偵測漏水上 那在萬物聯網的時候 大概都是往這樣子的方向去移動的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特別講5G這個技術的話 那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在有一個電影啊 叫做Matrix 最近好像有重新上映啊 4K修復版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Matrix裡面呢 Hacker任務對不對 Hacker帝國 Hacker任務 對 那在Matrix裡面呢 我們知道Neo他就是有一條傳輸線嘛 那這個傳輸線可以讓他覺得 他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過著另外什麼樣的生活等等 那這條傳輸線的頻寬是多少呢 事實上是有人計算過的 他就是大概每秒鐘50到80個Gigabit per second 那所以呢 你只要有這樣子的傳輸量 我們就是眼耳鼻舌聲 你不怕含義 眼耳鼻舌聲 所有的外界進來的訊號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頻寬 當然視覺佔了滿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只要能夠模擬到這樣子的頻寬 那個VR XR的那個感覺 你就可以實際上讓人覺得自己身在另外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到這個程度 好比像說是一個解析度很低的一部影片 那這個時候呢 360P的影片 那這個時候你看的時候呢 因為他臉上的表情完全看不出來啊等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腦補 那我們剛剛說腦補大補嘛 但是補的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會有一個臨場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但是透過1080P的視訊 最多只有兩分情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感覺到 它的細微的注意力 它的就是肢體動作語言 這些非常我們叫microexpression的東西到哪裡 但是當你再往上提升到4K到8K到VR的時候 見面就有三分情額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確實的 就是說我們到5G的時候 我們至少在視覺聽覺這兩個訊號裡面 我們已經可以很大程度上面的 去無限逼近於NEO的那一條排線的那一個傳輸量 現在用光線就已經可以做到了 但是5G的意思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工地 常常可能是有開怪手的朋友們 那開怪手的這個朋友們 他當然在工地有工地安全 有各種非常需要注意的事項 那他的學徒即使坐在他旁邊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學到說 這個師傅他整個操作 但是在5G的時代 我們就可以讓師傅是坐在一個中央的控制中心 然後去遠端的遙孔 那一個怪手 這個看過日本的一些什麼機甲戰士的 大概就知道我還講什麼 就是他就覺得他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去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因為他都經過5G的傳輸 所以這台怪手呢 怪手是不太可能到每個工地都連光線 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他在任何地方 你只要有5G的基地台 他就可以即時低延遲的 去把所有的這些視覺訊號 所有這些感受感官訊號等等 傳到這個控制台 那因為這個過程都可以留下記錄 所以呢 剛剛講的這個AI學徒的概念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智能的概念 就可以出現 當他做了一些操作 這個操作可能會導致這個不好的結果 或者是說他沒有注意到某個地方 他就是可能這樣子再開過去 就會摔下去了等等 這些情況下 那AI的學徒就會開始跟他做一個類似副駕駛的作用 而且呢 當你是真正的人類學徒想要學這門技能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比較不會把怪手開壞的情況下 就學會 因為你可以做 simulation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 好比像戰鬥機駕駛等等這個情況 其實用VR 都已經有非常久的歷史 那5G只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帶到任何的地方去 而且在任何地方 不再需要這個光線 好比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零時差隊的那個 就不是105個點 也許是每一台救護車 每一台救護車都可以有像這樣子的 視訊位整的這樣一個能力 甚至遠距的醫師 他用像現在達文系這種系統 也可以去操控 不只是他旁邊的那一個機器手臂 也是離他很遠的救護車上面的機器手臂 這樣子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創新的職業 創新的職業在就是Future of Work 就是WEF 就是事業經濟文壇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前十大的一個很重要的創新職業 就是叫做Experience Designer 就是體驗的設計師 就是如果你有社工背景的話 這個其實很接近什麼呢 接近職務流程在設計 就是說當我們有5G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某些部分抽到中央控制檯 抽到重包 抽到輔助師智慧去做的時候 每一個工作都可以去看裡面 融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它的結構簡單 重複性的部分是什麼 把那些部分抽出來 去做P次處理 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彼此了解上面 在分享生命經驗上 在做有創造性的事情上 那這些創新事業就會出現 有82位朋友們想要問小粉絲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後台是不是有網軍 還是系統自行增加要按的問題的按讚數 要不然PowerPoint怎麼能夠事先準備好 這個應該不是後台的網軍 如果有的話也是各位 那就是這個真的是靠大家這個投票投出來的 那為什麼我可以準備好 就是因為我其實是一次開了非常多個在這邊等大家 對 講穿了也不止一文錢 就是說我把最常大家可能會追尋的問題 我就有一個視窗 那在這邊就是把所有大家可能會看到的 我還是把這個後台稍微分享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可是我在iPad上面看到的 可能能切換一下 好像可以切換 是這個畫面 所以就是說大家每一個可能問到的問題 我大概都已經有就是有點捲到那一頁去 好比像說大家常常都會問這個假訊息危害防止 所以左上角就是目前最常問的這個問題 那或者是總統被黑客送啊等等 故宮的案件啊等等這樣 所以每一次進來的時候就可以跳到正確的頁面去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還蠻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一套軟件叫做GoodNotes 如果有用iPad的朋友們的話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那有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有5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面對電業的轉型 如何經由沙盒的實驗以科技的創新 來解決台灣電力供需的問題 來達到社會創新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透過沙盒實驗在做的事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即使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計算風險的事情 或沒有辦法計算出公式的事情 我們也讓民間試著提出一個做法來 然後試著做看看 那好比像說 我常常舉的沙盒實驗的例子 在最早的時候是這種沙盒 就是無人的三輪車 我還記得當時這個 我剛剛說在建國花市隔壁嗎 我的辦公室 每個一半三不但人可以來啊 機器人也可以來 所以這是三位機器人 不過他們來當然沒有什麼話要說啊 這是三輪車而已 那這三輛三輪車呢 其實就是MIT 就是馬生理工學院 Media Lab的朋友們說 政委我們知道空走蠻大的 可不可以把它當做一個沙盒 讓這些無人的三輪車在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呢你可不可以坐上去 當我們的這個宣傳的大使啊 然後呢 不過By the way他會常常撞到東西啊 我們還在測城市 我說你開玩笑吧 然後他就說沒有這個三輪車很慢 他的速度比你跑步還要慢 所以你就算撞到牆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這是一台非常安全的三輪車 我說好啊 那我們試試看啊 所以呢他們就開始在這個園區裡面跑 那這個跑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 旁邊就見過花市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一對老夫婦 然後就提著這個蘭花啊 花噴啊什麼過來 然後就說欸政委 你跟這些購物車在這邊玩幹什麼啊 我說這不是購物車 這個叫做自駕車 那這看起來很像購物車 有一個籃子 然後就把花放進去看看 欸你看也裝得下嘛 所以可見它是購物車 然後我就說不是自駕車 你坐上去告訴他你要到哪裡 他就把你運到你要去的地方 還有自動導航的這個功能 但他們就說我們不要這個功能 我們要的功能是 不是他把我們載到哪裡 是他要跟著我們走 我在建國花市 我想要做hand free shopping 因為呢我買的花的時候 有時候很重 那很重呢我就沒有逛 接下來攤位的興趣 那我呢有時候買到一個程度 我還要寄放在一個攤位 那我還要忘記了這個回來 然後他要打電話給我 總之很麻煩 所以呢他認為說 欸那是不是這台車 他可以亦步亦驅的跟著他們 他買了就放進去 買了就放進去 所以無人的 真的是 shopping cart 無人的購物車 那他快買的時候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電視上 有說無人車可以組成 車陣車隊 我那個基本上是在講卡車吧 但是我貨車吧 但是他們反正記得這個字嘛 fleet 這個車陣車隊 所以有沒有可能說 他買的時候就再召喚一台來 然後空的永遠都在我旁邊 滿的就跟在後面 那這樣子 我就買到最後 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再坐上去 這個時候你要載我回家 這我沒有意見 不過我大概就是把他運到幾乘車上 或什麼之類的 我說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但是他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因為他是 open source open source就是說 你去改他的功能嗎 社理工學院不會來告你 他拋棄掉他大部分的著作才想權 那他又是open hardware 意思就是你抽換這上面的零件 你也不會侵犯什麼專利 所以在這兩個前提底下 我們就跟北科他的朋友就開始改 所以呢 他就真的就被改成 就是你要想說 你如果要在花式裡面跟著人走 他必須要有兩隻眼睛 他必須要讓旁邊的人知道 他現在正在跟誰 他要看得懂人的手勢 聽起來什麼之類的 他甚至要看得懂人的表情 他要去做一些就是tracking的一些工作啊等等 那所有這些其實都在大家的實際的需求裡面 越修越好 越修越好 那所以像我們在這個接下來 我們已經發了就是第一張無人車的測試 拍照了就是在無人載居的那個條例裡面 所以接下來應該是在市府那附近嘛 縣義路那邊 就會開始在半夜的時候有交管的情況下 就會開始有無人的這個幽靈公車 沒有實際上還是有人在駕駛座上他要產剎車 但是就是不會是在方向拍的這個情況下 就會開始在我們生活中出現 那我們無人載居沒有分路海空 所以說在接下來應該還會有什麼無人的太陽能船 然後就在這個愛河上面飄來飄去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的工作為什麼能夠這麼順利的進入台灣的社會 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一小撮人 甚至還沒有任何盈利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就先讓他來試試看 那當然我也到過 好像說整個塔羅馬克部落等等 他們也了解到說他們的方式 並不是直接skill horizontal 就可以全台灣就做的 他們有一些包含文化的信仰的地形的等等的這些基礎嘛 那但是只要他具體而為的做出來一個東西 他讓別人看到有可能性 其實就是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如果他試出來是失敗的 也不算是失敗 大家都學到不要這樣做 但如果試出來是成功的 那別的地方不會照搬 他就會用一個新的模式 在這個方面再繼續去加強 因為畢竟在馬上理工實驗室旁邊沒有進過花式 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這種用法 所以每個地方會有不同的用法 但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每個部分 他做出來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 去把它擴散到全台灣 讓全台灣能夠看到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有五十位朋友們問了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要如何用愛來發電 好 那我相信愛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它也是能夠有一些觸電的感覺 所以說我想如果你是以主觀的角度來說 這個你感受到愛的時候有沒有被電到的感覺 這個是有可能的 它可以在人的主觀意識裡面發電 不過呢這個東西要怎麼樣透過虧線 進入你們的輸配電的這個系統呢 以我所知還沒有這樣子的技術被研發出來 所以說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可以在公寓啊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不過呢可能這個發電量呢並不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在主觀的時候這個發電量就是非常大的 好 那有六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比起政府的政策 國營事業的專業建立啊 是不是更應該被尊重啊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行政部門 它當然是剛剛的那個中間那一支繩子 那個繩子其實不只是政委 也是所有的我們在行政院的幕僚單位啊 我們就是像是院長的幕僚一樣 那我因為公務員服務法嘛 我們這個跟自己本職相關的事務啊 即使是一個人身份其實都不能夠亂講 所以我剛剛之所以可以亂講這些 是因為這些都還在社會創新青年 參與開放政府的範圍裡面 那所以因為所有的這個公職員 都受到相同的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特別權力關係什麼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確實中間承受壓力的時候 在外界很多並不知道說 有承受這樣的壓力 那所以說 左邊有左邊的專業 就是科學的專業 經濟的專業等等 右邊有右邊的專業啊 心理學的專業啊 對這個大眾心理學的專業啊 這個也不是不專業 社會科學也是一種科學 社會技術也是一種技術 但問題只是說 這兩種專業它常常是 有點雞同壓強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在中間擔任這個 轉應者的角色 確實是會感覺到 越來越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不管 聽哪一邊的講法 另外一方面都會覺得說 沒有尊重到我們的專業 那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要怎麼解決呢 最專業的是什麼呢 就是五樓啊 五樓是最專業的 我們就是要 運用五樓的專業 來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啊 那我看到很多朋友 臉上露出茫然的表情 所以我必須解釋一下啊 那就是說 嗯 嗯 對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還是做一下科普 好 就是 在 電子競技這個案子裡面 我一開始舉的那個例子 不是有很多這個電競選手分享 他們比起運動選手 有怎麼怎麼樣的困難嗎 這個簽證這個也拿不到啊 也沒辦法借到小巨蛋啊 也沒有辦法這個扶替代役啊 這個也沒有辦法有專業的家籍啊 他跑去 這個想要教書 都沒有書可以給他教啊等等啊 這些都這個他們抱怨的非常多 好 那我們就每一項把它變成 我們來問各個部會 到底為什麼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這個這就是當時 這個大家都講了一大堆理由啊 非常好的理由當然了 那但是呢 我就把它變成這個紅黃綠燈 就是說一些比較簡單的 大家都沒有爭議的 我們就說其實沒有爭議 這些都已經可以做了 但是呢 有一些就是教育部 在當時那個時候 怎麼樣都不肯認定 它是一種體育 這是真的是沒有辦法一件事情 那體育部說 如果你真的要認定成體育的話 我們在國中小學校園啊 這個每天早上有一個 一小時的運動時間 難道大家打LL嗎 這是絕對很不可以 難道我們體育課 大家要打電競嗎 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那文化部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也是這個有這個考量 就是說你如果是電子軟體研發 產業儲訊替代衣 就是你去幫忙測 還沒有發行的遊戲的話 他們說覺得很好啊 這個可以啊 但是電競選手 都是已經發行的遊戲的使用者 所以他看得到完全吃不到 所以當時就是實際上這個情況 那當然我如果當時就採示什麼的話 文化部也好 教育部也好 一定覺得我不尊重他們的專業 他們都有他們的新建專業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這一套 就是竹字稿 在大家修改時間之後 就公佈了 公佈到哪裡呢 公佈到 我來看一下喔 公佈到PTT八卦版 L-O-L版 巴哈姆特 雅虎電競 等等的這些地方 那在這些地方呢 大家看了這個竹字稿之後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意見 那這個意見呢 底下留言叫做推文 在PTT上面 那常常前幾個推文呢 都是所謂的帶風向 意思就是說 他純粹情緒性的發言 他可能只看了標題就發言了 他根本沒有去看內文 那前四個推文常常都是這樣 但是呢 第五個推文 常常就是他是第一個 能夠看完全文 然後還能夠做出建議的人 那所以呢就是表示 這方面的專家吧 那這個就是叫做專業的五樓 那所以呢 第五個推文的人呢 常常就是提供非常棒的見解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每一次去把這第五個推文的人 不是literally 一定第五個了 的這些朋友們的意見 把金炭號全部拿掉之後 把它帶回行政院裡面 告訴教育部跟文化部說 我在這個八卦板上面 有朋友們提到說 其實圍棋也算是一種電競 因為現在都是在網路上面比賽了 然後訓練也是在網路上發生 不曉得你有怎麼樣的看法 或者是說 我們了解到說 文化替代液裡面 其實有所謂智力運動的這件事情 像橋牌嘛 那電競能不能比照橋牌來辦理 不知道這個體 就是體育所有什麼看法等等 說不定這個鄉民就是公務員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說不定是國營事業員工 都有可能嗎 我想在場鄉民很多的 但是不管是誰 我就是把各位鄉民的意見 這個去掉經濺化之後 拿到行政院裡面去 這個時候文化部交部也覺得 鄉民真的是專業耶 真的是這樣子沒有錯 所以說慢慢的他們就開始 改變了這個認定 這個什麼記憶文化表演者 什麼智力運動啊 非常非常多轉心的創意 就開始冒出來 所以就在所有人都尊重彼此專業 但是每一個人的專業都必須在鄉民面前 用一般人聽得懂的方法 鄉民溝通的情況下 各個部位不同的價值 慢慢就開始凝聚成一樣的價值 所以我在當時這個三個月 就協調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要特別去開一個記者會 當然後來立法院就收個 不是參考參考我們的這個協調結果 去改了這個運動產業條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要特別去感謝鄉民 因為是專業的五樓跟專業的事務官 通力合作來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兩個point 一個就是說專業其實如果能夠轉譯成 大家都能夠看得懂的 像這個歡樂無法黨的這個志祺啊 視網網啊都是做這件事 博恩啊都是做這件事情啊 呱吉有時候做這件事情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大家就可以在比較歡樂的氣氛下去 融合大家的專業者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公部門裡面的專業者 偶爾呢也可以透過轉譯者 就是面對面的去吧 提出最專業意見的人的意見 再在面對面來討論 討論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雖然我有我的專業 你也有我的專業 而且我們專業還彼此之間不會互相打架 所以我想彼此尊重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五十萬朋友們問說 台電大數據發展卡在用戶各自保護的方面 有沒有好的方法來解決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在就是剛進行任人街的第二個案子 出現在電競案之後 有跟這個有一點點像的情況啊 這個就是我菜架的這個資訊的這個看法 那當時呢 這張照片蠻鮮明的 Anyway就是說菜架為什麼會波動 當然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很多原因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是預期的心理 就是說大家會去就是賭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發現說我們只要綜合 就是所有會影響菜架的因素 然後一次把所有的資料都提供出來 有一個共用的一個儀錶板 讓大家都可以去 不是這個各懷鬼胎啊 而是這個懷同一個鬼胎啊 這樣子的情況下 預期的speculation就會降低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呢 當時就整合各部會 所有跟菜架可能有關係的資料集 我們都要放在同一個看板上面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出現 其實各自還不是主要的 營業秘密才是主要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農糧署就說 我們有一筆資料集 叫做每天滾動倉儲試儲量 這個就是我們去看它的菜架 還有波動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這個人工倉儲裡面 滾動式的去檢討 每天要放多少到市場上面 去評議這個物價 去調節這個物價 如果你讓我每一天 就是開市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公開說 我今天放多少到市場上 那這個就完全沒有 評議物價的作用 事實上它是變成完全抵消掉 市儲倉儲的這件事情的本意 所以打死不肯開放 在此之前已經其實討論過 能夠討論過很多者 都不願意開放 那所以呢 當時我就去問他們 說 國家機密 這個三十年 十年 主要開放 總有一個時間 你給我一個Delta T 就是你從倉儲試出之後 到底多久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放到我們的這個 開放資料的看板上面 我只問這個問題 你給我任何日期 你只要有理由 我都同意 他們就回去這個 三級機關討論的一個領帶 回來之後就告訴我 說 正晚24小時後就可以開放 對 那所以其實之前的價 簡直就是白草 就是說 對他們來講 他只是要評議當天的物價 當天的物價收盤結束之後 這個當然就可以試出 只是之前沒有人問他這個問題而已 所以不管是區塊化的試出 或者是Time Delay的試出 其實你就是要問說 這個營業秘密到什麼時候 它就不是秘密了 那這件事情 只要能夠分辨出來 其實很多問題就自然的解決 你不管透過區塊化的方式 或是透過在它下一個製程導入的時候 去試出上一個製程的這個 用電量啊等等 這些方式 其實就可以很有效的去 把這個營業秘密也好 各自也好的疑慮去加以接觸 這個是當然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底下 我們還有六分鐘 有49問朋友們想要問說 目前的科技 例如電動車這些人物就會興起 雖然加上增加的生產力 也產生裁員的問題 例如奧迪就裁員了9500人 或他電動車跟IT的部門 請問被裁的人員要如何轉型 或者是去安置 其實這個就牽涉到說 我們的工作上面 我們到底是覺得說 我們是要達成某一個社會的 經濟的環境的使命 這個是一個工作的方向 或者我們是把一件事情 做到最熟練 做到最好 那一個是 我們現在叫做 core Competence 其實是素養導向的教育 因為十二年國教課綱 用了這個翻譯 我們就用這個翻譯 把它叫做素養 那後面的這個呢 一般是叫做 core Competitiveness 就是競爭力導向的一個教育 出來的一個見解 那其實core Competency 這個字 在全世界都是核心質量的意思 但是我們學資訊科學的朋友們 在99課綱的那個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它翻成核心競爭力 那因為資訊科學是很夯的一個科學 所以別的科學都翻成核心質量 核心素養 核心能力 核心能耐 什麼之類的 但是資訊科學因為話語權強嘛 所以全台灣都在講競爭力 那但是這個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因為職能是自己往內要求的 我的創造力 我的這個互動的能力 我達成共同價值的這個能力 溝通的能力等等 競爭力是你要很多人 放在同一個跑道上面 總有人被比下去的時候 才會有的這個能力 有職能當然可能有競爭力 可是有職能你就不想跟人競爭 你也不會有競爭力 那你如果只想跟人合作的話 我的意思是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新的科學 其實是有一個概念的一個翻轉 就是說我們老師現在就是在輔導學生 有自己的軌道 他在自己的軌道上面自己跑 那老師呢去把他這個組隊打怪 去找到其他不同出發點 往這個方向跑的人 而不像以前這樣子 同樣的軌道畫好幾個 然後明強請跑 大家分出一二三名 因為在這樣子的一種競爭力導向的思維裡面 確實你好不容易跑 跑到第一名了 然後呢一台車開過來 自動化你被取代 這個軌道整個不見了 那其實確實會有人性尊嚴的傷勢 但是呢如果你一開始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後開始跑 然後呢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你一開始就覺得贏在起跑點上 又沒有別人跑這個方向 那這個時候 你在意的是解決這個社會 或者環境 或者是經濟的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管有多少自動化的力量進來 它都是把你一些融墜的部分丟掉 然後讓你能夠更多的時間去花在有創意的部分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是教育的 就是在國民教育的部分 事實上是要做成一個終身學習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被裁員的朋友們 他的這個熱情是放在解決問題上面 而不是在就是認同他的一個就是跑得比別人快的那個 核心的就是競爭力上面 而是在核心的素養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他就還是有學習的動力 可以融入這個終身學習 因為AI雖然是可以自動化 把這個融墜的東西自動化掉 他也是一個不會累的老師 所以你只要還有會學習的動力的話 他也可以在非常非常低的成本裡面 透過模擬透過訓練透過社群等等方式 讓你很快再掌握新的這個技能 所以保持學習的熱情 保持學習的這種動力 我覺得還是社會創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吧 45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目前中國無所不用期限透過網去侵害台灣的民主 做網號例如假新聞也網號 台灣面臨這樣的危機啊 政府所做的因應措施為何 個人能夠做的又有哪些 那當然假訊息的危害防止 剛才已經稍微講了一些了 不過我想因為現在是接近選舉吧 大家關心的還是跟選舉有關 那特別是針對選舉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簡報還有一點 那這一點也是很重要 這一點就是我也是剛剛講的 Social Norm Based Innovation 社會常規為基礎的 這個議程設定 這個社會常規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監察院 我們監察院呢 他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用了一個新的方式 在以前呢 只有監察院可以做政治獻金的監察 他只是把統計報告公開出來 至於他做的好做的不好 那可能就是監察院自己 只有一把尺 因為監察院獨立於其他司院之外 但是呢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呢 就是基礎V爭取很久的一件事情 就是正式現行應該要上網 用結構化的資料公開 終於變成了 就是立法院三度通過的法律 在此之前我們基礎V的朋友 都是自己走進監察院裡面 然後自己手動影印那些紙本的資料 然後再掃描出來 然後再透過電腦把它割成小塊 我們叫做豆腐 然後再讓大家一起去做 我們叫做宅利文字識別 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去把它變成這個結構化的試算表 那監察院當時就說 你就算每一格三個人看過 你怎麼知道它是真的 我們說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你自己釋出比較好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自己釋出 所以每一筆的正式現行 都有徵信的記錄 那這個時候呢 民間的媒體 像這個Reader等等 就可以在公開的平台 這個是Github上面 透過資料科學的方法 來分析出說 哪些人看系統性的 哪些支出沒有爆 哪些人他是接受哪些地方的金流等等 這個政治現金的透明 我們就提升到世界非常勤烈的位置 當我們自己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 去要求所有的社群媒體的平台 不管是Twitter也好 Google YouTube也好 或者是Facebook也好 去告訴他們說 你看我們經常都做到這樣 那麼為了規避這麼透明的政治現金公開 而跑去透過下廣告的方式 根本就跟政治現金一樣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也應該最少程度 比照我們政治現金法來辦理 意思就是說只有國人可以 就是在台灣的自然人 可以去做政治現金或者是法人 那第二個 他必須要是在就是選完之後 還是公開的 第三個 他到底下了多少廣告 下給誰 怎麼下的 觸及力多少等等這些東西 都必須在他一下的時候 就必須公開 如果不願意這樣公開的廣告 就必須要把它打下來 就像政治現金完全一樣的去做 所以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法律 我們法律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今天常人做的 我們就是跟這些準主權實體 去做準外交的談判 那他們後來就說 好啦那既然你們都做 這顯然是台灣社會的常規 那我們也做 那所以Facebook好比想說 這次選舉比起上一次最大的差別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社會的政治的等等這些 下廣告然後去觸及人的 必須要做非常充分的揭露 不願意揭露的 那他們就已經把這些金流都已經清乾淨了 是他們擋了幾千個 像可能上萬個這樣子的境外的下廣告 他們不想賺這個錢了簡單講 那Google是說他們這套系統還在建制 所以他們這次選舉乾脆就不接受政治性質的廣告 那推推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不管是境外的也好 或者是不想被揭露的就是under table的也好 這些朋友們想要干預選舉的 我們在上次選舉 因為政治性質法很透明 透過獨立的分析知道 大家都去走這些不用揭露的這些方法 這個是把它堵上了 那所以我覺得說大家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除了就是勇於參與這個事實查的計畫等等之外 其實還可以多去關注每一個平台 他對於這些假訊息危害防止 他做了哪些事情 好比想說 以我所知他們現在很多個宏道老人基金會等等 就是在去讓就是勒靈學習啊 長輩啊 甚至去做一些台語啊 或者甚至客語言 出民族語言啊 等等的這些教材 因為很多長輩們並不是想要分享假訊息 他只是想要告訴他的家人說 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一起吃會怎麼樣 或是什麼東西微波了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或者是什麼事 他是出於一片關心的這個心意而已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就是要救救我們的上一代了 就是要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 這個已經核實是沒有問題的這些訊息 這些圖卡這些東西 讓他們在分享的時候 就不是那個在家族的群組裡面 一直被這個晚輩糾正的那個人啊 他也可以變成糾正晚輩的那個人啊 在家族的社會地位就提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盡可能的去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透過勒靈學習 透過這樣子的社區的中心啊 DOC啊 就是數位集會中心文件這樣 等等這些方式 去把怎麼樣子把每一個人都是媒體 所以不是只是媒體試讀 那個是每個人是媒體的吸收者 而是媒體素養 就是每個人都是自媒體 每個人都是YouTuber 每個人都可以開一個電台的這個情況 讓大家知道之後 讓大家能夠有一些更有效的方法 來進行事實查核 而且把已經澄清的資訊 把它包裝成很歡樂的東西 然後把它分享出去 所以今天大概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